民众大牌长龙不忘保持社交距离 在餐厅内耐心等待 全是为了这个而来 以过往佛跳墙和鸡汤 原本是婚宴会馆准备给客人的食材 现在因为疫情订单全取消 业者半价售出 各50份不到一个小时全数卖光 在新庄经营10多年的婚宴会馆 原定9月搬迁 受到疫情影响只好提前停业 同处就差不多50几万 员工差不多110 还有水电的利率扣 这起码要200多万 既然那么严重 既然赔了四五百万 今年更可怕 疫情爆发后客人退订300桌 加上三级防疫警戒 生意根本做不下去 30名员工只能暂时领三分之二的薪水 布置餐厅 钓虾厂也被列为暂停营业的场所 过去常见企业包厂 虾持被客人为满的景象 如今空荡荡 尤其营业禁令发布突然 虾子存活天数短 卖不出去 业者只好想方设法 业者推出借虾活动 每个客人最多可借五金泰国虾回去享用 等疫情过后再上门掉虾 吃多少还多少给业者 原本五百斤的泰国虾已经有40名熟客预定 减少损失也留住客源 只是不能营业 每天至少损失六千元 水电费照常支出 疫情短时间内看不到尽头 为了生计 业者只能暂时苦撑 TVBS新闻李国正捡运起 新闻市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红内外大事